我們下次上課的時候呢 會更明確的把一些Linear Predator的性質 介紹給大家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們在線性代數 假如你們修線性代數的時候 應該會有機會學到 那化學系的話現在是在化學數學這門課裡面 有一部分線性代數的部分 那也會比較 數學上也比較嚴謹的 來介紹Linear Operator 然後這個線性空間 Linear Space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我們在這邊 就是拿來當成一個工具使用就好了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 對於它的數學上的嚴謹定義 我不會去講的特別多 我們focus在物理的觀念 還有它們的使用這部分 所以我們上次上課呢 一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量子力學對化學家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研究電子的一些行為 那必須要使用量子力學 那我們 我在這邊帶入量子力學的一個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實驗上呢 證明了這些particle 電子也好 一些原子也好 甚至於大的像碳60這樣的分子 它都有一些波的性質 它可以看到interference的patent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波的方法來處理這些particle 它的行為 那我們就反過來想說 那就我們假如把particle完全當成波來處理的時候 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上次上課後來我們講到有幾個consequence 有幾個結果 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個就是說你這個波 現在你的波長跟動能有關係 因為它跟動量有關係嘛 根據debroad的這個公式 所以基本上在當一個particle在一個potential裡面跑的時候 它在potential不同 位能不同的位置 它的這個波長會隨著位能的變化而改變 當位能越低表示它動能越高的時候 假如總能量一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還是考慮能量守恆 那它的波長 位能低 動能高 那動量就大 它的波長就比較短 那到位能高的地方 它的動量比較小 那它的波長就會比較長 我們討論過這個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假如物質是個波的話 那它的位置跟它的動量 就會有一個complementary的關係 這意思是說 假如你給我一個波 這個波它的動量 也就是說它的波長是固定的 那這個波一定是要在空間上是延續著 延續無窮大的這樣一個距離 才能夠定義出這樣的一個完整的 這個perfect的cos wave 比如說 那這個時候它的位置就是沒有固定的 你假如要形成一個位置固定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必須要把很多個波組合起來 我們在黑板上畫過那個疊加的圖 也就是說你要你的這個波長上面 很多個波 不同的波長的波混在一起 那你的波長上面就開始要有個分佈了 有個分佈了 而且我們可以用數學上的 複裂轉換裡面的一個理論來證明說 你在波長上面的分佈 也就是說你在動量上面的分佈 跟你在位置上面的分佈 要符合一定的關係 那這就是最後就得到 Hes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我們討論到兩個 其實ΔxΔp必須要大於等於二分之H bar H bar是pranck constant除以2π 我們以後會常用到這個 那這邊的Δx跟Δp的解釋 要解釋成x就是位置上的分佈 位置上它既然沒有固定有個分佈 那這個分佈它的寬度 用它的標準差來代表它的話 那Δp就變成在momentum 動量上面的分佈的標準差 那另外我們也說 那一定也可以寫出一個Δ1乘以Δt 一樣也要符合一個二分之H bar的關係 因為能量能量也就是說這個波的頻率跟t是時間 也是一個conjugate的variable 在我們討論一個波的數學形式裡面 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地方呢 這要考慮成能量的不準度或是能量的分佈 比如說你去測量一個光譜 這光譜的寬度就是能量的不準度 ΔRT呢要解釋成這個波的lifetime 這個particle它在那個state 在那個狀況之下可以存在多久的時間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自然而然假如你把一個particle 考慮成它就是一個wave 那你就會自然而然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跟你的實驗設計等等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uncertainty principle是 量子力學裡面一個particle intrinsic的性質 OK 那也因為了uncertainty principle 我們現在呢不再能夠用一個古典力學的方法來描述particle 古典力學裡面我們怎麼描述particle呢 我們可以說好吧舉個例子 我假如拿一個大砲 現在可能比較適合的是拿一個彈弓 對不對 那彈弓上面當然就要放一隻 我不太會畫 whiver 放一隻鳥在上面對不對 那我們假如把它往下拉 然後讓它射出去 那這個我就覺得他們公司沒有設計這個比較不好玩 其實還可以設計說 比如說外面會有風在吹啊對不對 那他們現在有那個有中間有一個地形引力了 所以有個星球在這個地方 那有個星球的話有風在吹怎麼樣 表示說這個鳥這個particle 在空間中會受到一個跟位置有關係的potential 對吧 對吧 古典力學告訴我們說 我假如想要知道這個鳥 它在空間中任何時間點 它會在什麼位置 我們只要知道它在某個t時間的時候 它的位置在哪裡 現在這個位置當然必須要是個向量 表示說我這樣畫字好像是二維的 在黑板上面是二維的 那 或許以後會有3D的iPhone 那就會有三維的 那 還要知道它在每個地方的速度 也就是說它的momentum 是多少 我們假設沒有相對論 所以你momentum知道的速度就知道了 OK 好 所以古典力學裡面 當我們在考慮一個particle 它在空間中運行 它的motion是什麼樣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一個 我畫的這個東西是一個trajectory 而且你只要告訴我 系統的potential是什麼 你要告訴我potential 你告訴我這個系統 它的t時間的時候 它的位置 跟動量 那這個系統呢 就它之後所有的運動都決定了 這是扭動力學 對吧 對吧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你描述一個particle 你需要幾個變數 這邊有三個變數 這邊有三個變數 所以在任何時間點的時候 你只要用三個位置 跟三個動量 它們你就可以完全地描述這個particle的行為 這是trajectory 的情況 但是 這個 我可以說這個threat position 三維空間啦 你要更高維就是 在更高維度而已 三個velocity 我們現在考慮velocity 跟考慮momentum 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這是potential 假如你知道了這個受力的情況是怎麼樣 其他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決定 但是問題是量子力學的hessenberg的uncertain principle 告訴我們說 位置跟動量其實並不能同時 像古典力學裡面這樣子 我知道那個時間它就在這個點 而且它就在這個點 所以位置是全部固定的 它的速度呢 是完全知道了 完全知道也是完全固定的 這樣才能構成一個軌跡嘛 才能構成一個軌跡嘛 但是 量力學裡面說不行 你不能 兩個都知道 原因是 因為物質是一個波 物質是波 所以 我們 波的傳播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用 軌跡 去考慮它 波的傳播會 往 空間上所有的方向 去 所以我們要描述一個波的話 或者說我們在量子力學裡面 這當然是一個classical的情況 那一個particle從一個地方出發 那我們就要描述它是一個 波的形式 一個trajectory 或者說空間上一個點 古典力學裡面 的這個點 它一定是一個localized localized 的現象 但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因為現在是wave 是wave 是wave 這些東西都是delocalized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你光告訴我這個點 它的情況怎麼樣 是不夠的 你要描述一個波 你就要描述 在某一個瞬間 它在空間上 每個位置的時候 每個位置 每個 空間上所有的點 它的 這個amplitude 是多少 你要這樣來描述一個波 所以 我們必須要藉著一個 波函數 來描述一個波 OK X我這裡用向量 意思是說 它假如說 你在三維空間 這是二維的 你在三維空間裡面 就有xyz 等等的 所以 它是什麼 它是 固定一個時間 固定空間上一點 它告訴我 在那一個點的時候 它這個波的amplitude 是多少 那我們等一下會回來解釋說 那這個amplitude 在物理上面 這個物質波的amplitude 在物理上面 有什麼樣的解釋 那你們其實大概有一些sense 你知道說 它的平 它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它平方 事實上就是一個機率密度 在那裡發現它的機率 好 不過我們等一下會回來再講這一點 所以我們必須用一個波函數 來比方數波 那 那薛丁格 他就找到了一個 他當初在思考這個的時候呢 也是借助了很多 古典波動力學裡面的成果 的結果 來討論這些東西 所以呢 他就come up with 這個 一個wave function wave equation 那我上次上課 最後面的時候我稍微提一下說 那這個wave equation怎麼樣從 古典波動力學裡面去把它湊出來 那那個真的是湊出來的 那不是真正 真正一個物理的推導 不過現在重點是 薛丁格他寫下了這個equation 這是time independent 我們要強調 time independent 跟時間沒有相關的 那真正的薛丁格的方程是一個 跟時間相關的 圍圍方程 那從那個地方 才推導出這個time independent 薛丁格的equation 那 薛丁格的equation呢 是 這樣寫的 負二m分之h bar 平方 下面這邊是 partial平方 因為 自然界是三維的 所以我們最自然的是 把三維的寫出來 那以後我不會再寫這麼多了 我會說這是一個 del square 就好了 好 那 你的wave function 我在這邊用一個r向量 指的是 在三維空間裡面 syz 構成一個向量 ok 等式的 右手邊我寫不下 我寫在這邊 我寫在下面 等一下還沒完 那我還是把這個插交好了 到這邊 加上 v of r 這個v 這個v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potential potential energy 會等於 1 10 ok 因為time independent 所以呢 後面這個時間 後面這個時間 現在變得不重要 我們剛剛講說 事實上時間是 裡面的一個變數 一個參數 但是我們現在不考慮時間 那這個跟時間沒有關係 所以剩下跟空間有關係 空空間有關係 哦 這裡還要再乘一個篩 對 沒錯 謝謝 好 所以這裡的篩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wave function 那事實上 shading equation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在這裡先說出來 我們之後會再回來討論這個點 就是 shading equation 在解的這個wave function 也就是 符合shading equation 的這些wave function 它不是隨隨便便的 的wave function 它是特別的wave function 這些wave function呢 它代表的是 在空間上 或者說 在一定的邊界條件底下 一定的條件底下 它是一個 穩定存在的解 ok 那idea是這樣 完全完全就像是 假如你今天考慮一個繩坡 假設我有一條繩子把它拉緊 你把這 在這個繩坡上面呢 它的穩定的 鑄坡 是有一定形式的 你知道說 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 是可以的 然後像 譬如說像這樣的坡 到這裡 它沒有 這裡不是 不是節點 它你就拉 假設啦 你有辦法拉到這樣 然後把它放開 欸不用了 我不用講你 舉這個例子 我剛剛講說 假如這是一個繩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把它拉成這樣子啊 這是很簡單嗎 我把它拉上來 像這樣子 我把它拉成這樣子之後放開 也就是說 這個波是有可能被建造出來的 但是這個波呢 它不是一個 穩定的波 它不是一個鑄坡 它不是一個 這個shape 就是說鑄坡是什麼 鑄坡是你看它震動 就照著那樣子 一直在正而已 這個呢 這個最大點 這個尖角會跑來跑去 甚至於完全變成 完全不一樣 的形狀 出來 它不是一個鑄坡 但它一樣是一個 一樣是一個 可以存在 的波 只是它不是 穩定的鑄坡 學整個equation 解出來的呢 事實上是 這些穩定解 所以我必須要再 強調這些 Wave function 不是隨便的 Wave function 這些是 Stationary 的Wave function 或 Stationary Waves Stationary Waves 它在 在這個 這個 這個系統裡面 它是 類似像我們剛剛講 神波裡面那些 穩定鑄坡的存在 好 然後呢 這個 State of Square 事實上這一項等一下我們會講 它會跟 系統的動能 有關係 這項是位能 動能加位能 這個呢 事實上是 Total Energy 是Total Energy 這個存在 我們等一下再 會再回 回過頭來講 這一個 Shading Equation 它的形式 不過在提 Shading Equation 形式之前我們要先介紹說 那 這裡面的一個主角 Shading Equation裡面的主角 當然就是 Wave function 那它的物理意義 或者說這個Wave function 到底 是什麼 在Shading 發展這個Equation出來的時候呢 大家對於一些量子力學 基本的計算 或基本的一些想法 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對這種 Wave function的意義啊 或者說 Wave function的使用 在那個時候呢 有很多 這個 debate 意思就是說 大家 在科學上面還有很多科學家互相爭論 不過我們現在 大致上呢 都完全接受 這個 Max Bond的假設 或者Max Bond的解釋 OK Max Bond他說 這個 Wave function事實上 本身沒有任何物理意義 量子力學裡面的這個Wave function 所以我 所以我 應該一個一個 Polive point出來 Does not have Any Any Physical Minute 我在這邊強調一下 Physical Minutes的意思是說 物理上可以測量得到 的一個觀測 可觀測量 就是 Wave function本身呢 它自己本身 不是一個物理上 可以觀測得到的可觀測量 所以它本身並沒有一個 數學 並沒有一個物理上的名義 事實上呢 有一些量子力學的方法是 你可以完全不用Wave function 也可以處理 也可以做量子力學 相當的計算 都可以做 所以你 所以它 基本上 你只看Wave function 那沒有物理的意義 Wave function可以是compress 可以是compress 但是呢 假如我們把Wave function 平方起來以後 那它變得它有物理意義了 那物理意義是 Pervity Density of finding of finding the particle at r 所以 你只要把Wave function拿來 把它平方起來 那Wave function的平方呢 變成一個 probability density probability density是什麼呢 就是它本身不是probability 它是在空間中的一個機率密度 那它的定義就變成 就是 假如我們考慮空間上 我現在呢考慮的是三維空間 一個particle在三維空間裡面 所以呢它就會有一個在三維裡面的一個 我把R寫 拿出來寫 在某個syz的點上面它就會有一個 Wave function的值 所以假設我們說座標syz的時候 然後在座標上面有某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假設 我說空間上的xyz的這個點 的這個點 也就是說 從原點到這個地方 是這個R向量 我剛剛說的那個R向量就是xyz 那這個點的機率密度是這個 機率密度是這個 機率密度是這個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這一個點那邊 找一個 畫一個很小很小的方塊 然後我們說這個方塊的s方向的大小是dx y方向的是dy 你們都學過微積分 所以這個應該已經很熟了 dx dy dz 也就是說我在這一個空間上的那個點 找到一個這個volume的一個element 所以我們這一個Wave function的絕對值平方 假如把它乘上這個volume 所以我說它是機率 這個是機率密度 機率密度它是density 是密度 密度乘上體積 那就變成機率了 就變成機率了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才是 Probability of finding particle in the in the box 我這樣寫好了 vox ok 在這個體積裡面 這個微小體積裡面找到這個particle 它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個是重要的為什麼呢 因為 你沒有乘以體積之前 事實上你 不能去計算機率 這回事 ok 那你 我們現在假如說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一條線 我一條線裡面 我說有個點 這個點是2 exact is 2 我在這條線上面呢 假如說從0到5之間 所以我現在是要把機率密度跟機率這兩個觀念弄清楚 好 我現在假如說在0到5之間我隨便選一個點 你選中2那個點的機率 是多少 是0嘛 不可能選得到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中間有很 太多太多時數 在這邊了 你本來一個 機率現在是選一條線上面的 你就不能跟一個點 去比機率 但是假如我說 我說那你從2到2.1 這個區間之間 我隨機的亂選 選到一個在2到 跟2.1之間 區間之間的 這個 數字 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時候就可以算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需要一個區間 這三圍裡面呢 就變成說 你一定要需要一個體 一個空間的體積 你要告訴我一個體積 我才能夠 我才有可能告訴你說 找到particle 在那裡面的機率是多少 我找到particle 在某一個點的機率 這是不可能 這沒辦法定義 的事情 但是相對的 我可以找 我可以定義說 那個particle 在某一個點 這是對空間上某一個點 做定義的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它的機率密度 我是可以定義的 所以先把這個搞清楚 那是 這個是 maxbone它的解釋 那這個解釋呢 當然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有用 非常有用 也是我們現在用來解釋 量子力學 解釋 這些 wave function 計算出來的結果 的 最重要 的一條 但是你要把 機率跟機率密度 分清楚 它不是 wave function的平方 不是在空間上某一個點 找到那個particle的機率 不是 因為你永遠不可能在那個點 找到那個particle 它是它的機率密度 要乘上一個體積才是 那從這個地方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wave function是有單位的 所以 今天假如把wave function平方以後 乘上三個長度 所以這是L三方 要變成機率 機率是沒有單位的 機率是沒有單位的 所以它的單位必須要跟 它平方之後 單位要跟L三方 消掉 對吧 所以它的單位必須要是 什麼 我們假如用L 這個好像樸物比較會教 但是就是 標示一下 這個是lens的意思 所以它的單位必須要是 lens的負二分之三 對 所以它的平方 負三跟三就消掉了 所以它是有單位的 這個是在三尾的情況 這個是在三尾的情況 在三尾的情況 一尾的話呢 那它就會是lens的負二分之一 長度開根號 在一尾的情況 開根號 開根號分之一 對不起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機率密度的解釋呢 除了說 告訴我們微Function能夠怎麼用 它其實 注意喔 它沒有告訴我們微Function到底是什麼 一樣 微Function還是沒有物理意義的 那為什麼它的平方有物理意義 那它自己沒有物理意義呢 取決類值平方 一個函數取決類值平方 就算你知道了 你能夠把那個函數找出來嗎 找不出來 因為這個 某個形式乘上任何的一個 exponential i theta 它的絕對值平方都是不變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在微Function乘上任何一個 compress number 只要是它的值是1 它的長度是1 那它就 你就不會造成任何改變 所以 你微Function可以隨便變 隨便用在複數面 複數空間裡面變來變去的 但是還是給出一樣的機率密度 OK 好 好 但是這個機率密度的解釋呢 卻 清楚了指出一些微Function 該有的性質 那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 把這個地方講一下 為了要讓這個機率密度的解釋 是有意義的 那微Function呢 就必須要符合下面的這些 probability 所以我會說這是 admissible AD MISS IBLE WaveFunction 或者應該想 physically MUST MUST satisfy 下面幾點 OK 所以 今天既然 WaveFunction的平方必須要是一個機率密度 那就你隨便給我一個函數 隨便給我一個Function 它不見得是一個 physically admissible 就是說物理上可以存在 或物理上是合理的 的WaveFunction 這WaveFunction 比較符合一些性質 這些性質 第一點是 我們想像一個物理的世界 假如我的potential 是smooth的話 這前提當然是 vSmooth OK 假如potential smooth的話 那 這個particle 在空間上的分布 應該也要是smooth 對不對 你的potential 是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我現在 我的particle 在這個potential裡面 它的density 它的probability density 每個地方出現的機率密度 應該也要這個 平滑的改變 才對 所以 假如我的potential 是smooth的話 那 我的WaveFunction 這邊我再強調一下 有時候我會寫R 有時候我會寫X 那 X當然指的是 它是一維的 但是 有時候我這樣寫的時候呢 它你可以自然而然把它 退廣到多維的空間裡面去 所以這個例子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不會 我不會特別再去 注意這個符號上面的東西 OK Must be Continuous And Smooth Must be continuous And smooth everywhere 當然是 everywhere in space 在空間上 所以 假如我這個potential 沒有一些奇怪的變化 那 我的probability density 應該也要 smooth continuous 那我的WaveFunction 應該也要smooth continuous 這個問題嗎 就是純粹物理嘛 純粹物理的想像 第二個 這個 要finite positions 要finite all positions 要finite all positions 在每個地方 應該都要一樣 應該都要finite 不會爆掉 這個好像也還蠻合理的 對吧 再來 再來 single value 我 x 我既然剛剛寫x 這也用x 所以在空間上的每個點 你告訴我有個點 我應該就給你一個值 不會給你兩個值 不會給你兩個值 所以假如我的 這個應該也是物理上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它在同一個點 出現幾率 不會有兩種版本 那答案是不符合物理的 對不對 再來 是 normalization WaveFunction必須要被normalize 或者說 它的要有符合normalization的condition normalization是什麼意思呢 是它被 這個中文應該翻譯成 歸一化 意思是說 它既然是機率密度 那它就要符合機率的定義 我的particle在全空間 全空間是無窮大的空間裡面 找到它的機率 加起來應該要是一才對 對不對 它不會無緣無故跑到 另外一個這個神秘的空間裡面去 然後找不到它 不應該這樣 不然它就不能算是它的機率了 所以我們比較符合normalization的條件 那剛剛這個是 敘述性條件講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 normalization我們可以用數學 更清楚的定義出來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你的WaveFunction 假如是一維的 那麼你的 這是機率密度 在一維裡面 從負無窮大機到無窮大 必須要是1 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我標示一下 這是一維1D 1D 1D 那我們當然care當然是三維 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然後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的條件 好 那我現在在這裡 我要介紹一個符號 以後我們會常常用到 我會說這個是 因為寫三個積分這樣子 根本是浪費我的時間嘛 我不是數學校 我不用管太多那一種 太在意那些事情 所以我會說這個是積分 而且無窮大 負無窮大還是寫一下 然後 第一 我把它寫成 好像是一個積分 但是對 以後我們看到 的話 意思指的是 空間上 管它是一維二維三維 它的一個空間的element 空間element 那這裡有負無窮大到無窮大的 積分的解釋 要解釋成說 把這些空間的element 全部積掉 OK 所以三維的話 Dtau就是ds dy dz 那這個東西自然而然就解釋成 s跟y跟z都要被積掉 那就 你就回復成這個 這個式子 OK 所以這只是一個為了要 以後我們順利 進行討論的時候 我會 用這樣的符號 我 我用的符號 就是了 看得懂就好了 好 所以這個數學上 我們在講說 這個normalization的condition 變成這樣子 那 你假如今天給我一些 v function的話呢 我還可以定義一些 v function跟v function之間的關係 所以 v function它 normalize 那 假如你給我兩個v function 所以你告訴我 看我用什麼寫 i跟j 那下一個我常用的 我們這邊接下來會常用到的符號 是 假設我寫s i 或者我寫f 有時候 你會看到我用f去寫它 那它自然 自動呢它就是一個為 function OK 然後我就不用去寫它 我就不用去說它是一個 function of r 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看到 你比如說你看到這個 你要自動把它解釋成 這個東西 好不好 這也是以後我會常用到的符號 我就 不要浪費時間再去寫那個 function 像我剛剛那樣他寫scyz 真是麻煩 好 寫個scyz就好了 那你看到這個都自動知道它是為 function 所以它這個 function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數字 而已 是一個你可以為它 一個做標 然後它會吐一個值出來 給你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就這樣寫就好了 我就不寫說它 我就不標說它是有個 function 那我現在假如你給我 這 這個也不要 if 好了 given 兩個 你給我兩個 wave function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剛剛那個是一個 wave function的性質 那 wave function跟其他 wave function之間的性質 有時候也會蠻重要的 我們現在只是先把它定義出來 所以假如 今天這兩個 wave function它是 因為剛剛這邊的積分 剛剛那個 probability density的積分 是有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我這邊也要有 compress conjugate的關係 你把其中一個 compress 乘上另外一個 然後呢 在空間上 把它擠掉 把它擠掉 我一樣對整個全空間 全部是去擠 把它擠掉之後 然後就剩下一個數字嘛 數字嘛 數字嘛 假如這個數字呢 是0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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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說 i and j orthogonal 正交 兩個正交 所以這是在線性代數 或者說 其實是在函數空間裡面 正交的定義 兩個函數 他們這個積分 以後你們線性代會學到了 這個積分事實上是他們的內積 內積的定義 它內積為0的話呢 那它就是正交 它就是正交 它就是正交 那假如呢 它 你給我一組 一組 這個web function i j 然後i可以是 1到10 j也可以是1到10 你就給我10個嘛 那我標出來不就是 si i 然後i可以是1到4嘛 那你給我10組的話 你給我一組web function 而這組web function呢 我把這個擦掉 因為我寫在這下面就好了 if 這一組web function裡面 你隨便拿兩個 i 然後 對它做這個積分 它假如是兩個一樣的 結果是1 兩個不一樣 就是0 那這個我們用個記號 把它記錄下來 Delta 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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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Delta ij 這算是一個小數學 是一個數學上的符號 叫Chronical delta 就是一種delta function 就是一種delta function 那事實上是一個記號 delta ij呢 等於 它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值 是0 假如 i不等於j 1的話 假如 i等於j 這個 那這個函數有個名字 這個函數叫 Chronical K O N E C K E R Chronical delta 那事實上是個數學上的記號 數學上的記號 所以我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積分 你看我現在更偷懶了 我把這個負無窮大到無窮大都拿掉了 不過 沒有關係 我們是在教物理化學 不是在教數學 所以是這個記號 這個記號告訴我說 當 i等於j 意思就是說這兩個是同一個function 是同一個為function 的時候 同一個function的時候 它是i等於j的時候 它是1 它是1 而且 所以同一個function它變成 它的conversed conjugate 乘上它自己積分 這個就是normalized 就是normalization 對不對 那 i角不等於j的時候 它就是0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是athogono athogono 所以這個條件呢 也是有個稱呼的 它叫athonomo o-r-t-h-o-n-o-r-m-a-l so我現在其實是一方面在介紹一些 以後我們會用到的數學 還有以後我們會用到的記號 給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它 既athogono 這一組裡面 互相都是正交的 然後這跟自己的話呢 每一個又都是normalized過的 所以它叫athonomo athonomo athonomo 正交歸一 可以這樣翻譯嗎 我不知道 只要我知道它是athonomo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v function的性值 就是v function的平方要解釋成幾率密度 max bond它的幾率密度解釋 然後呢 我們也學到了v function跟v function之間的一些定義 我們以後積分會這樣用這些符號 athogono是什麼 athonomo是什麼 我們都講了 所以這是 基本上 量子力學裡面你要知道這些v function它的操作 剛剛提到那些v function該有的性值其實非常的重要 這對於我們之後解shading function的時候 是會直接用到這些結果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看 我一直留著 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現在希望說 那我再回來看 這個equation 好 所以shading equation呢 可以稍微的 我把它簡化一下 -2m分之h bar平方 del square sinr 加上vr 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那我們可以繼續把這個形式 在數學上我們希望說 讓它有一個很簡單很簡化的符號 可以來代表這一組equation OK 那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把這邊 我們認知說 這個是一個operator 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作用到一個函數上面去之後 產生出一個新的函數出來 那種東西就叫operator 所以我們假如遵守operator的這個操作 我們事實上可以把這個寫成 -2m分之h bar平方 3m分之h bar平方 加上vr 乘上 sor 所以等於我們 可不可以把這個sor 提到外面去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sor 提到外面去 這樣子 好 然後再更進一步 我们今天假如定义说 2n分之p平方 等一下我再回来讲 p呢 我上面会挂一个 戴一个帽子 加上v 一步一步的化解 不是啊 一步一步的带换出来 所以明显我刚刚做一个定义 我拿了一个符号 把刚刚这个部分 带换掉 带换掉 那这个p呢 事实上就是 事实上是 -i h bar del 所以我假如做一个定义 p是-i h bar del 那这两个 就是一样嘛 就是一样嘛 那同样的游戏我会继续玩下去 我可以说 那这一个 2n分之p平方 所以为什么要用p其实蛮清楚的 因为 事实上是momentum operator 2n分之p平方是跟什么有关系 一个分子 一个particle的动能啊 connected energy 我们用t来代替它 那我一样上面让它戴个帽子 这个 我说 我可以说 它事实上是 胃能 是个胃能 然后整个呢 我可以说 定义说 它是一个h h就是 hymintonia hymintonia 所以假如我做了这些定义之后 我得到hymintonia 是动能加胃能 h呢 我把它写一下 h-a-m-i-l-t-o-n-i-a-n h-a-m-i-n-i-l-n-i-p-o-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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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非常简单的形式,那事实上在很多文献你都会看到time intervention 额行就是这样写的,这样写的。 我们再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一个equation,它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那刚刚我这边把它挂一个帽子,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它们是一个operator。 那operator是什么? operator基本上就是一个作用,做一个东西,它作用一个object,它作用到一个函数上面去之后,会产生一个新的函数。 那这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operator。 什么东西可以是operator? 这边当然微分符号是一个operator,对吧? d dx,这当然是operator。 来开始乘上去,这是一个operator。 这是一个operator。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这个作用到这个函数上面去之后,你会产生一个新的函数嘛。 对吧? 那被作用的东西,就叫operator。 所以我们可以说operator,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d dx,就用到is potential-alpha x,可以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被作用的函数。 f of x,这是operator。 所以这些什么and,通常都是被怎么样的。 积分的里面被积分的那个函数叫integrate,对吧? 所以这边是operator。 所以这边是operator,它是被作用的。 那operator作用到它之后,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 is potential-alpha x,唯分变成-alpha x,唯分变成-alpha x,对不对? 所以产生一个新的函数。 产生新的函数。 operator,这个我解释,这个是operator。 ok。 那当然,xx乘也可以是一个operator啊。 假设我把这个定义成,x,所以以,基本上以后我们碰到operator, 我们再会在上面加一个,帮他戴个帽子。 然后呢,表示它是一个operator。 所以假设我x operator定义成那样子,那我x作用到is potential-alpha x, 应该是,应该是什么? 就是把x乘上去嘛。 所以是,来看是is potential-alpha x。 不要看这个没什么,因为这个就是potential这个项,在做的事情。 它把potential的function乘进去而已。 ok?好。 所以,什么是operator,什么是operator,什么是operator,什么,搞清楚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定义。 特别是,我们从后面来好了。 从后面来好了。 所以,这里面,hamiltonian是一个operator。 我们刚刚讲的wave function是hamiltonian作用的对象。 对不对? 而且呢,这个equation,事实上告诉我们说, hamiltonian作用到size上去之后, 作用到wave function之后, 会拿回一样的wave function, 只是中间差一个常数而已。 所以, 解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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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when operated by Hamiltonian, 它被 Hamiltonian 作用上去之后, it results in itself, 这是我刚刚直接讲的, 所以可能错词不是很好, 不过意识到了就好了, 所以你会得到它,它会得到它自己 with a constant factor, 或者我不应该讲 constant, 我说scalar, 意思是说它只是个数字而已, factor, 而且这个factor是multiplicative, 就是乘上去的, 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上, 叫做 eigenvalue problem, e-i-g-e-n-v-a-l-u-e problem, 符合这个equation的, 符合说被gapulator作用上去之后, 它事实上会得到它自己, 然后前面踩一个常数而已,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 eigenvalue problem, 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话, 那我们会说, 这个函数是 eigenfunction, of h, 这个operative eigenfunction, 然后每一个 eigenfunction, 会找到一个对应的这一个值, 这个值叫 eigenvalue, 所以这个解shitting equation的过程, 就变成一个解 eigenvalue problem的过程, 那我们以后假如讲说, Hermittonian的 eigenfunction, 指的就是符合 time-differentshitting equation, 里面的这一些特别的, 我们刚刚讲过这些特别的, 它特别在哪里, 它是stationary, 这些特别的位置 function, 然后, 它每一个位置 function, 它就有它对应到的能量, 它的 eigenvalue, 就不是它的能量, 所以有时候energy, 跟我的Hermittonian operator的 eigenvalue, 这是可以互相兑换的, 我们等一下其实马上会提到说, 这个还可以更把它衍生, 跟measurement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中间后续的一下appulator的定义, kinetic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现在可以变成一个appulator, 来处理它, momentum是一个appulator, 连position这边看不太出来, 但这边是R, 基本上是xyz嘛, 所以xyz这个position, 现在也可以变成一个appulator, 去看它, 那在量子力学里面, 所有的observable事实上呢, 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appulator, OK, 所以, 这个部分我就上到这边,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子, 的重点子力学 mmm, 在设计之后,